五十六歲的印度裔富商在香港出生 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居住在半山豪宅 從事國際貿易的他在中港都有辦公室業務遍及世界各地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 他年初已經決定暫時不回大陸公幹 疫情初期已經決定少留在香港 他選擇到美國、墨西哥、歐洲等地公幹 以減少染疫的風險 在海外期間他更加小心翼翼 減少在外面吃東西 在香港就由飛機那裏開始 等於不是 等於我上機沒事什麼都沒事 半夜那時就開始震 整身痛 還有沒有被油發燒 又開始流汗 你明白嗎 因為病身很舒服 你明白嗎 頭又很痛 頭痛是沒試過這樣的感受 好像整個頭上爆 你明白嗎 你覺得你覺得那個血厚 然後我看到這樣 我就開始用手來打他 你明白嗎 讓他冷靜下來 讓他冷靜下來 讓我猜中我進去 進了香港 那我就去了卡洛斯亞那裏拿起行李 那我出去 那我有個司機來接過 等於我家裡的司機 那他已經等了我 那我來到 那他又幫我拿起行李 回去進車 那我請我回家 我回到家 我已經開始有些 weakness 我上到家 馬上洗澡 I got ready everything 那我老婆進來 我探意 不知道我發焦了 那他說他今晚不在房屋睡 因為他怕我 你明白嗎 有問題 Anyway去到那裏 你知道醫院全部進到門口他們探意 那進到那裏 他立即探意 立即叫我停一停 那他就立即安排我去另外一個獨立區 那他說要我等 等了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他進來給我一張指摸 他說你有十間醫院你要去選 他說 他現在不行 一天開始發燒 你們要留了 過去政府醫院 醫生立即叫我 我進去 他叫我立即做X-ray 嗯 他做了X-ray 他見到X-ray沒事 那他說 應該你沒事 因為你的X-ray很清 嗯 我就覺得你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他說 Anyway 在那裏 讓我們做個X-ray 嗯 等他立即幫我做了X-ray 他說 你要等一個小時 X-ray 要一段時間 那我等到九點半 他進來 他就告訴我 你是中了這個 這個Case的 那他就立即叫我 換衣服 那我換衣服 他就帶了我 就在七樓那裏 他就帶了我 到另外一個 section那裏 嗯 請就check in 一間 which was a permanent room you know 嗯 就from that onwards 就開始整個步驟了 X-ray so anyway 在中間 of course 他們有很多醫生在這裏 那 最聰明的是 聖療 療醫生 他 他 現在直到今天 沒有一個醫生 夠膽去問我 真好 等於全部都是打電話給我的 只有一個醫生 是最厲害的那個療醫生 他都是 第二天 你可以說星期五那天 進來 解釋給我聽 整件事 他都很詳細 解釋了 嗯 那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不可以做個test patient 那我問他test patient 是什麼 等於我們會拿來那些血 拿來那些swap 送去馬力醫院 就開始做個test 出得來 我沒有想過我簽完 但是他們會每天 幫我抽很多血 等於他們早上由6點開始 就會進來 幫我抽血 做blood pressure 幫我探熱 那這個第一位官員會進來 那這個第一位官員會進來了 那7點多 那第二位官員會進來 就跟我又做那個 給過那個swap 眼的swap 嗯 我說為什麼你們每天做 又沒有record 他說這些不關我們醫院的事 這些我們全部送去馬力醫院 就會給馬力醫院的那些博士 那些professor 做個登記 嗯 我說你每天抽這麼多月 你又沒有報告給我 每天都抽7瓶 那些小瓶 你知道那些 用它搞完那針 抽成7個canister 就是拿你做實驗 沒錯 那我怕你拿我實驗 你起碼都要告訴我 是嗎 是 是 那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報告 是呀 這些不關我們醫院的事 這些是用來做study 那我說你做study 你起碼 大哥都要告訴我 我是不是好些 我那個 我有沒有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為什麼要抽這麼多月 而知道今天 除非除了那個星期 不是要醫生進來 我還沒從兩個二生 都沒有進來 可能他們都害怕 一人說老實話 那姑娘進來都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拿了我自己的過程 因為我去英國去法國 我最後發覺 我見了兩個客人 星期一 我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都去了做entermination 他們都沒事 全部都negative 嗯嗯 等於連星期二 我搭過飛機 他們打電話給飛機那些人 坐我旁邊那些都沒有 全部都沒事 最後我都是覺得 一天就在機場 可能在飛機 可能我那天去法國巴黎那時候 你知道 我老婆叫我去買個手袋 你知道那些連鎖店那裡 很多中國人 你知道中國人會買一些名牌的東西 是嗎 哦 可能在那裡 你不小心 你不去做 哦 春天百貨公司 類似那些地方 是不是 沒錯了 沒錯了 我想都是那裡 因為我覺得其他地方 我都沒有去 我想看現在 因為它吃的那些藥很厲害 它用那些HIV藥 等於E-AIDS那些 它就給我那些藥吃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一開始吃那些藥 我整身做麻木 很累 你明白 我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我本身孝泉 哦 那我孝泉 我怎樣自己癒 我就天天做運動 我每天都跑五公里 我現在這個地方 十成十方 很小的房間 你又沒得動 又沒得成 我已經跟醫生說 我醫生會哭喘 如果我這裡繼續留在那裡 我反而怕我會死在哭喘那裡 不會死在VIRUS那裡 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 現在我覺得香港的Efficiency 是一流的 等於他們 他們 這個Case 是拿得很 很serious 嗯 還有那個醫生 好像那個療醫生 真的是有療到的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那個不滿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沒有醫生進來 見你 全部打電話給你 我第一次這樣聽見 你明白嗎 這個是百分之百 他們真的是害怕 我知道他們害怕 我說他們害怕 那些姑娘都很害怕 好像我昨天 我已經住了十天 我跟那個清潔女人說 喂 你幫我換掉那些氫 那些皮 大佬換了十天 我不習慣 我跟醫生說 大佬 我可能現在我都沒事 你在這些這樣的地方 又沒事 都變成是有事的 你去而已 是是是是 因為我怎麼知道你們裡面 隔壁房的virus 會不會堆進來呢 隔壁房 我們這個unit 有三間房 如果那個門口開 那你在隔壁房都會堆進來的 就互相傳言 就是了 那我跟醫生講過 不會呀 不會呀 這個不會這樣飛來飛去 這個問題是 這麽大件事 這個WHO 是真是 沒有可能 如果它一早爆出來的話 這個是一個 worldwide phenomenon 我都不會飛 我們是不是一早會小心些做事 所以你覺得你這次染病 其實WHO都要負責 和中共 很大的 responsibility 嗯 因為我會不會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一旦 你會想說 有事 是 你會想說 這個病気 你會想說 有事